去上宿標12月 今天這個幾乎七點二的電動是台灣在九二億 大電動之後讓二十五檔 幾乎最大的一回電動 有朋友是覺得它會比九二億更厲害 今天我們就要請記者上映為我們來看 今天這個大電動跟九二億電動的差別 上映 今天我們要來關心的就是全台灣都有明顯感受的花蓮大電動 這個花蓮大電動它是發生在臺灣同步的海峽這個所在 規模差不多是七點二的規模 這個起雙數也在地動發生後就雖然對全台灣十月的關係 來發佈國家及的經報 也照這個規定也就是說 這個規模在七一上 沈倒在三十五公里來的近海的地動 對水來發佈海鞘的境目 根據我們的觀察 在去的要挖高點的時候 這個海鞘的海影 已經來到我們臺灣西南平的海峽 這個觀察差不多是一米多而已而已 加在對我們西南平海峽的這個機面 這個影響不太多 現在這段的這個地動發生就是 我們大家最喜歡的 後來的板塊跟飛入冰 太板塊的問題 這起雙數是解釋說是因為這個飛入冰海板塊 甚至我們現在所看到這個紅色 前頭所記的這個地方 飛入冰海板塊的鄉白來刷丁當時 跟這個烏仔大陸板塊收起 不知道要做成今天這站這麼大站的花蓮大地動 如果這班的這個地動跟二十五年前的 九二一大地動是買一樣買一樣呢 我們繼續來看這張的比辣度 二十五年前的這個九二一大地動是發生在一九九九年 九月二一冠米的一點四十七分 那當初這個規模是七點三 沈船只有八公里 是屬於超千斬的地動 靜庸就是在南道的一集這個地方 最大的進度 如果照東槌市的這個制度來看是七劑 那如果今天這個發生在花蓮大陸近 他的這個海浴的這個地動 他的規模是七點二 今天早上七點五十八分的時候 發生的沈船是十五公里半 他是在花蓮大陸的海浴 那如果最大的進度 照現在新座來看是六劑強的這個陣度 這兩個地動的規模 其實差一點一點 他的沈船也沒什麼一樣 氣象宿是說這最大的差別 就是六上的地動和海人的地動 也因為在海人發生地動 所以才會發佈這個海鞘的境目 這麼大的地動其實過了後 後手還會發生很多次的地動位 所以氣象宿的特別提起民眾 未來在三四天來 可能又有六點五至七點零的地動位 所以特別提起觀眾朋友 一定就要緊心來面對 這般的天然災害 以上就是今天的該破新聞 我們現在把現場交當友主播 ツ啊 你看 劉沙